山基将8月24日定为科比日,其中的缘由无需多说,科比为洛杉矶这座城市带来了无限荣光,而洛杉矶也成就了科比极其传奇的一生,为向科比致敬,职业科黑ESPN也列出了科比38大经典语录,小编也将这些语录一一整理,向老大致敬。 1.1996年4月29日宣布参加选秀,和我是科比布莱恩特,我决定把我的天赋带到,我决定跳过大学把我的天赋带到NBA。 2.2006年5月31日谭拉加贝尔,他认识我吗?我认识他吗?我都不认识他,可能我跟他说过话,我都不认识这个孩子,他反应过激了,我不认识他,不需要也不想认识他,我们来这里是打比赛的,打完各自回家, 3.我觉得他可能是童年时期缺乏关爱,我就看了他一会他就觉得缺乏安全感。 3.2008年4月29日,最好别惹我,你以为自己只是摇树而已,没曾想上面会摊下来一只豹子。 4.2010年6月拿下第五罐后,我比沙克多拿一个了,你可以把这句写在报纸版面上了。 5.2012年10月13日,司马什·帕克的最烂的,他根本不该打NBA, 6.只是当时我们太穷了牵不起空位,找他来充数的,当时我一场投45次,不这么做我该怎么做呢? 把球传给克里斯米姆和夸梅布朗。 6.2012年1月19日,唐凯文杜兰特的上线,一个六尺十一的我。 7.2012年5月,我不想对非子吐噪字,如果我在场上头丢了绝杀,那些人就会说科比拉基这样的字眼,那现在我投尽了,你们客帽闭嘴吧。 8.2012年11月22日,唐大学球员杰克泰勒在比赛中得到138分,如果我得到138分别人会庆祝吗? 你知道情况是怎样的?有人会有人就不会,也许所有人都会亲我屁股,我确定那人也会有这种感觉。 如果你拿了138分,等于拿到了一张让所有人滚开的特许了。 9.16.科比当时加入表情战,他发推写道,好吧我懂了,随后他发了5座NBA总冠军的表情,似乎意思是自己已经有5个冠军了。 10.2013年1月19日,勒布朗·詹姆斯表示,12-13赛季的胡人,永远无法感受热火翻巨头,组建第一年时的压力。 10.科比说,这有什么关系?他这么说是想要什么?一块饼干。 11.和小牛的比赛科比砍下38分,强有力回击了库班胡人该特设科比的言论,特设吧。 12.干箭撕裂后,科比在推特上直播胡人队的比赛,如果我在场上会说什么? 保罗加索尔你应该待在篮下,接到球之前都别出来。 13.科比推特生涯第一条,反社交的人要开始社交了警慢吧推特警语录分为三篇,留意的下翻查看一下,给个赞可以吗?